大家好,我是小诺唐他 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如也的一个大厅的特色 还有很多粉丝朋友说 他们还没有看过就是我们如也的内部房间的一些特色 所以很多朋友他会说呀 说我们如也的价格比较高 说实话确实不低啊 因为像他的定位就不是做一个中低端的民宿 而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当地的一个精品的高端民宿 你品质高呢 价格当然就不会很低啦 今天呢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房间标准怎么样 可以,你们只要急的话 周末就是现在淡季都属淡季嘛 对,你们只要急了 然后发我们这边图片呀,急满 忘记夏天 夏天还有节假日的像什么国庆啊,元旦啊那些 先去三楼哈 这里呢就是我们如也的一个家庭套房了 进来就是一个小客厅啊 小客厅中间我们是设置了鸡麻的 如果说是那种麻将众多爱好者来这里的话 哎,大家凑一桌还是不错的 然后鸡麻的旁边有一个榻榻米 它是可以坐在这儿看看书呀,喝喝茶,休息一下 外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我们这边的一个斜浆盒的景色 在我里面走就是我们一个卧室的休息的地方 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就是酒店里面房间的地毯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用的进口羊毛做的羊毛地毯 民宿房间的一个标准也是完全按照新机酒店的标准来打造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床具啊 这个被子我们也是用的是加拿大的一个进口鹅绒被 它全部是那种鹅绒毛,特别特别柔软舒服 然后枕头也是泰国的一个乳胶枕 然后床垫是慕斯的床垫 未来我们如也住宿的客人们 他们的一个睡眠体验是非常好的 这边有一个这种开放式的大浴缸 浴缸外面啊是一个超大落地窗 可以俯瞰整个斜圆的一个景色 外边是我们就是很出名的一个斜浆河 非常非常漂亮 因为它有两种颜色,绿色和蓝色的那个水 河水很舒服很漂亮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劳累了一周之后 来到这里用这个超大浴缸来泡的热水枣 撒上几片花瓣 然后呢再品一杯红酒 看着落地窗外如此漂亮的景色 哇那种感觉真的太惬意了 我们的杰菊呢也是用的国际都很认可的高端品牌 科乐的 这样一个水龙头都是几天大洋 之前就有些客人们来我们这儿 就问我一下假的给 有些听了假的给些觉得 哇你们这好贵哦 外面那些酒店哈 可能都跟你们差不多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 是也每一次都会很耐心的给他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确实是 嗯锅方面都比较的油脂比较好 所以当那价格也会相应的要高一点 但是也会有很多追求品质的客人 会觉得我们这里的性价比很高了 因为它入组的体验非常好 而且啊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品质啊和体验 400多块钱这个价格也不算贵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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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